再來我們可以移動地圖 地圖你們現在是沒辦法移動 所以要怎麼樣可以讓它移動 然後另外可以放大縮小 然後倍率的話 最接近的話一直到21 21是接近 縮小到最小就是1 1到21 最小最遠 我們當然可以找一下 比如說我們要找台灣的話 你可以把它拉近拉近 然後往這邊推 然後到台灣 找到台灣你可以把它拉近拉近 它最大的倍率到21是接近 所以你可以往前拉近 但是問題來了 這樣還是不方便 你比如說我今天希望找什麼 台北101大樓 台北的地標 那我要怎麼找到台北101的地標 我總不可能說 我慢慢在這樣拉近拉近 找到市民高價 市民高價一直往前 就是這個 應該快到了 在這裡 應該在松仁路這附近 然後把它倫印 在捷運站這旁邊這裡 那可是問題 這樣